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一位张姓商人 长期在外地做生意 过了几年后 他很想念顾乡 于是租了一辆车 载着行李及钱财返乡 接近中午时 马车抵达一个叫做新镇的地方 商人让车夫去吃午饭 自己则留下来看顾行李 一位路人摩甲经过时 每注意到上头悠闲躺着的商人 以为四下无人 摩甲抢了车上的钱财 拔腿就跑 商人根本来不及阻拦他 只能一路在摩甲身后追赶 跑了一段路 摩甲进到一栋房屋内 商人不敢跟进去 只好躲在矮墙后偷看 摩甲放下抢来的东西 一回头发现有人在外偷看 就把他绑到新镇官府去了 在官府内 商人惊慌的向县令解释缘由 但是 县令认为没有证据能判断商人所说的是不是真话 所以决定先不做任何处置 两人离开后 行政的县令思考着这件案子 突然灵光一闪 想到摩甲还欠着税金 就只派部下前去追讨 摩甲立刻就将税金全数缴清 并说是卖东西得到的钱 县令接着传唤摩甲的邻居来问话 但是他都回答不知道 县令假装生气的说 你们是一伙的吧 看来得用刑罚才可以 邻居听了 吓得腿都软了 马上就说出摩甲抢钱的事 这次的事件 因为新镇县令的机灵 想到摩甲金钱的税金还未缴清 因此才能顺利破解这件案子 最后 张信商人也开心的拿回属于自己的钱 清朝人戴明轮评论说 有些事情没办法马上明白 不过总会透露出一些端倪 运用一些方法 简洁探取实情 这样就能够看清真相了 同学们 听完故事后 你还记得今天故事的重点吗 现在就让我带你回顾一下吧 今天的故事 旁敲侧击 可以分成三个部分 故事的缘起 张信商人在新镇被人抢劫 反而被犯人某甲绑去官府 但是县令认为难以判断事情的真相 过程中 县令借由向某甲收取基金的税金来打探 并传唤某甲的邻居来问话 假装要用刑罚 吓得邻居说出实情 这个故事带给我们的启发是 有些事情不容易看清全貌 但总会投入出一些端倪 运用方法间接探取实情 就能看清真相了 这样有没有让你更了解 旁敲侧击的故事了呢 接下来 让我们来一起动动脑吧 过程中 你也可以将影片暂停 认真的想一想哦 准备好了吗 我们开始吧 如果时间回到故事一开始 你会建议商人如何避开 接下来发生的灾祸呢 如果你发现有人做坏事 你会怎么做呢 为什么 请你分享生活中 遇到旁敲侧击的例子 上面三个问题 你有想法了吗 快和你的家人 朋友 老师分享吧 成语小教室 又到了成语小教室的时间咯 今天的成语 旁敲侧击 是指说话或写文章 不从正面直接说 而是用从旁比喻 或暗示来表达 主要是用在表达暗问驱探的情境上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旁敲侧击可以怎么使用吧 他旁敲侧击的试探对方的立场后 才表明自己的看法 对这么迟钝的人 你就干脆直说 不必旁敲侧击 白费功夫 接下来 我们来看看 与旁敲侧击相关的词有哪些吧 相似的词有 拐弯抹角 相反的词有 直言不会 直截了当 开门见山 听完故事后 你是不是更加了解了呢 同学们 我们下次见 拜拜